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用缩小眼卫的方法能不能把它杀死 我们来扳 黑棋挡住 这个时候黑棋不能去占据眼卫的要点 这两个要点都不可以 如果你占据要点的话 白棋简单的往里长 你黑棋坐眼的空间明显就不够了 所以黑棋一定要挡住 挡住的时候 我们点它一下 这手棋破向手筋 是吧 杀大猪嘴的时候不就是扳点 但是黑棋这里有一个好棋小尖 这个作眼的方法非常好 外面这里藏着一只眼 脚上也藏着一只眼 当白棋来破眼的时候 我们就把外面这只眼坐上 虽然白棋可以吃掉黑棋这颗子 但是我们后边还跟着一个接不归 这样的话 当白棋连上外边这颗子的时候 我们把脚上这三个子抓掉 这样黑棋在脚上就是两只眼了 看来缩小眼卫不成立 那我们换一种想法 换一个思路 直接点到这个黑棋的脚里 看看能不能把它杀死 当然了 黑棋必须把这个子留在这个脚上 不能让它连回去 那样的话 做眼的空间依然是不够 白棋 长 我们黑棋这个时候一定要扩大眼胃 最大化的把这个眼胃做大 白棋虽然有这个小肩的好气 但是我们也有好气 什么好气 就是收气 把它的这个断点挤住 当白棋接上的时候 我们叫吃 白棋很想在这里做一个豆瓣舞 但是这个是为气规则手不允许的 所以说这个近招点 放不了子 所以白棋只能收外气 收外气 我们就把它提掉 白棋虽然可以在这里打吃 但是我们可以黑棋团到这里 白棋拎结的时候 我们可以找结材 那这个结果是打结 白棋现在 点到这里 最后的结果是打结杀黑棋 我们再继续看一看能不能净杀黑棋 现在我们手里有一个打结的方案了 看看能不能净杀黑棋 如果能净杀的话 那肯定是比打结要好很多 是吧 那我们继续深入 加到这里 看看可不可以 加的时候 然后我们 黑棋搬 不能让它回去 白棋立 黑棋扩大眼位 这个时候我们一弯 发现黑棋这个眼位的空间虽然很大 但只是一只眼 这样已经把黑棋杀掉了 但是杀掉以后 黑棋脚上的气非常的多 如果在实战中 它可以和包围你的外边的白棋进行杀气 这个结果虽然是把黑棋杀掉了 但是不应该说是最好的杀法 我们再找找 能不能让它的气不这么多 还能把它杀掉的方法 比如说我们从这边缩下眼位 当白棋搬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突然发现 现在脚上的这个旗形和我们上期讲的旗形特别的相似 什么旗形呢 就是死形 如果把这两颗子拿掉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形状不就是死形吗 所以我们一定要牢记上一期我们学过的这个死形 把这个形状记住 这样下起来 下起起来 就简单的多 你看我们这一般就把它变成死形了 黑棋现在 是 已经无论如何也做不出两只眼了 因为已经变成死形了 已经变成死形了 咱们试一下 比如说 它夸大眼位 那我们简单的这个一般 刀把五 变死了 那如果是说 它从这边化大眼位 那依然我们就往里长就行了 很简单 然后它挡住的时候 还是刀把五 这里说一下 它提这两个子是没有用的 如果它提的话 我们去扑就OK了 没有眼 它也出不去 在死亡线上才出不去 那它就占据眼位呢 要点呢 比如说 占据要点 那我们就点死 一般 死形 一只眼 如果跳到这里 还是点死 你爬 挡住的时候 一场 这个黑棋活不了 因为它已经变成死形了 我们上期 已经给大家解答了 这个死形是不活的 所以说 我们这个 简单的一般 就把它变成死形 这个方法 值得我们大家牢记 把它变成死形 它就无论如何也 做不出两只眼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道题 这道题和上道题比较相似 只是在这边 多了一路拐 那如果是对死形 熟悉的旗友 就会很快的找出正确的解答方案 那就是 把它变成死形 这样 它就活不了了 我们看一下 到八二五出现了 一点就死掉了 这个 不行 把它变成死形 比如说这些 要点 都不是要点 都没有意义了 它已经死了 咱们就不多说了 但这道题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是什么 就是有好多方法都可以杀死它 但是 这个是最简单 而且是最实用的杀法 而且它的气是最少的 如果我们用 这边缩小眼尾 也是能把它杀死 但是它的气就比较多 我们简单看一下 它挡住 我们靠在这里 它搬的时候 我们打吃 黑气只能提掉 我们一破眼 它就死掉了 这里还可以 靠在这里上 这个它如果搬的话 我们一粒 它做眼 我们就度过了 这个 很简单的就杀掉了 如果是 它加呢 我们就利 它靠大眼位 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 这个时候要小心 怎么小心呢 就是说这里一定要先 搬一下 它挡住的时候 我们再一尝 它就死掉了 如果这里不搬的话 贸然的在这里尝的话 它就会 勾到这里 这样 就会走出双活了 所以说 这个 这个也能把它杀死 还有一些方法可以把它杀死 我们既有可以自行的去验证一下 挺有意思的 这个行呢 最好的杀法 推荐 推荐给大家 就是这个 斑 好 接下来这道题呢 留给我们大家思考 这个形状呢 和死形也有相似的地方 只是呢 两边都多了一个管 我们回去思考一下 看看 能不能把这个 黑棋的脚步杀死 谢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回去认真思考 因为这道题啊 比前几期的题 稍微难一点 希望大家能有一个自己的答案 然后我们下期呢 一起来解答 好 今天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